大家好,我是Nata 為了紀念陪了我幾年的iPhone XS 已經成功光滅地退役 我肯定拍一條影片來紀念它 除此之外,我也打算在今天開箱iPhone 13 就是它了 其實這部機是它公開發售的 第二天我已經拿了機器 但因為我最近實在太忙 我一直都未開封它 我到底有多不想轉手機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我會和大家一起開封 同時也想和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我選擇iPhone 13而不是iPhone 13 Pro 這次iPhone也跟上一代一樣 它已經沒有配備充電頭 基於環保理由 但因為我本身的iPhone是iPhone XS 那時候是在行12W插頭 而現在iPhone 13已經在行15W 所以我就額外加了149元去買這個插頭 它這次基於環保理由 都是沒有用到這個膠膜的 直接用了一個貼紙在後面 然後撕開它 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我想分享一下 就是當我正式在Apple下單要訂iPhone 13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那部XS 是突然之間完全沒有任何徵兆地 突然自己關機 是很恐怖的 我覺得它好像在抗議我 為什麼要放棄它的生命 然後是完全按擊開機 都開不了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以前是從來沒有試過這樣的 然後我就嘗試找電源插頭 插了它大概三四個字左右 然後它就突然開機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很邪 因為訂完新手機的舊手機 馬上抗議壞了 我這次是選擇了白色 其實我覺得它新推出的 13 Pro的天藍色很漂亮 不過13是沒有這個顏色的 因為我這次選擇13的關係 所以我還是選擇白色 因為我覺得最好配合 它這次同樣包了一條USB線 雖然有很多人說 iPhone 13這次沒有什麼很大的變革 相比起iPhone 12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很追科技手機的人 我也真的覺得最近我的XS 已經開始應付不到我的工作需要 而且我覺得當年買的時候 我容量只是買得64GB 所以我覺得它實在賣得太慢了 所以作為一個由XS升級到iPhone 13的人 我仍然覺得它是很有購買的價值 然後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這次會選擇賣iPhone 13 而不是iPhone 13 Pro 其實在購買iPhone 13之前 我自己已經上網找過很多不同的比較資料 網站等等 根據它的價格和功能性上面 我自己比較過覺得 我沒有什麼機會會用到iPhone 13 Pro的功能 第一樣我想說的就是iPhone 13 Pro 它這次其中一個很大的亮點 就是提升了它的螢幕更新率 印象中它是升級到120Hz的 但因為我本身不是很用手提電話來打機 另外如果畫畫的附畫 我本身是用iPad來畫畫的 所以這個功能我自己就不會怎麼用得到 另外這次iPhone 13 Pro 就是一個很大的提升在它的拍影片功能裡面 是有一個電影級別的拍攝功能 就是一個人工智能的自動識別系統 就是它會跟著不同人來對焦 我自己本身一聽到這個功能就覺得 哇很棒啊很想買iPhone 13 Pro 但是靜下來想一想 其實我每一次拍片 我都是用相機拍的 我就很少用手機來拍一些可能youtube 或者需要用到這些會自動變焦追焦的 那冷靜下來之後呢 我就決定也是買 價錢方面呢 在同一個螢幕尺寸的情況之下 都是6.1吋 2500GB的話呢 iPhone 13 Pro和13 Pro它的價錢是相差了1千7百元的 我自己就想過呢 如果長成這麼多 然後那些功能我又不太用的話 那我不如買iPhone 13吧 另外呢 我知道Apple它應該就快出新的MacBook Pro 因為我自己都很想轉新MacBook Pro 我自己經常都是用MacBook來剪片 那所以我就想想想覺得 不如把那塊錢留回來買MacBook更好啦 這次在訂完手機之後呢 我立刻第二天就在網上訂了相關的手機和配件 等了這個機會很久了 那我這次呢 也是買了上次和大家有介紹過的 塞油盾手機殼啦 因為我想說呢 我換了手機殼之後呢 是有很多朋友讚我的手機殼很漂亮 那這次呢 我都訂了兩個自訂款式 和一個聯成款式的 他們這間呢 那些手機殼的質感真的很好啊 現在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經歷完上次用完兩款不同的手機殼之後呢 我這次全部三款訂的呢 都是這種全包式的手機殼來的 首先介紹了這兩款自訂手機殼先啦 有一幅呢 都是好像上次那樣 我會訂了自己畫的畫 另外一款呢 就是其中 B4 Sunset 裡面的一段對白 自訂款式呢 大家可以直接在 西油盾的網站 已經看到 你做完出來的成品 效果與冷塗 超級方便 又很容易用 而聯成款方面呢 我就選了這個 懶惰套魚超絲衫 好可愛啊 兔仔和雞仔的配搭 西油盾呢 他除了會和台灣的策劃家合作出聯成款之後呢 也有很多大家熟悉的電影啊 或者卡通片等等的 最近我印象中 他有新出了 Harry Potter 和Snoopy的款式 如果是粉絲千萬不要錯過 另外呢 為了好好的保護我最近新買的iPhone 13呢 那我就在西油盾那裡買了前後的保護貼 大家記住 記住 記住 前後都一定要貼保護貼 我想說西油盾的保護貼呢 有多厲害 其實都不用我多說 他們應該都很出名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呢 就記得要去看他們的實測影片 最後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獨家優惠 除了購買滿台幣一千百萬元呢 就已經可以免費送去香港之外呢 其次呢 這次好多謝西油盾呢 又給了特別的優惠給我的觀眾啦 只要輸入指定的優惠碼呢 就可以獲得10%的折扣優惠啊 那折扣碼呢 我會放在info box的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記得在下面看 說明這次是iPhone XS的悼念大會 所以我這次要特意給他上一上鏡 感謝他這幾年來為我的付出和努力 其實都很厲害 我覺得他可以蘋果無事用到現在 除了訂手機 那天突然好像有一點小脾氣之外 好啦 很多謝大家今天陪我 一起開箱我的iPhone XS 雖然都沒有說到什麼 很實質的資料性給大家 現在我都會拍多些不同類型的開箱分享 或者生活日常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就記得給個thumbs up我 還有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訂閱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patreon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啦 拜拜 by bwd6